你敢相信吗 胡彦斌作为天赐的声音四季元老 应该算是荣获金曲称号最多的一位 无论跟谁搭到 专业歌手 爱的偶像 甚至是网红 他都能用自己超强的改编功底 一步合唱搭到所有的缺陷 今天我们就来浅盘一下 胡彦斌创下的众多金曲舞台当中 哪一些最让人印象深刻呢 胡彦斌搭档刘伯欣改编翻唱的这首新世界 算是给节目新一季的开播打了个好头 尤其是新的编曲 很好地给了刘伯欣展现的机会 几乎可以说是一唱成名了 其中索娜的加入更是点睛之笔 感觉没人再听过之后会不喜欢 节目第三季的时候 胡彦斌找到机会跟张碧晨合唱 两人选了一首网红歌《迷途的姑娘》进行演绎 原本以为就是为了完成节目组的任务 毕竟选取挑中网红歌仪式在当时多有诟病 但是没想到两人的演绎出奇的好 仅用歌声就展现出了《迷途姑娘》的无力感 不自觉地就被带入进去了 同样是节目第三季 胡彦斌跟周深合唱戴佩妮的贼 周深的唱功不用怀疑 胡彦斌的改编能力也毋庸置疑 强强联合金曲称号那还不轻松拿下 节目第一季第一期 胡彦斌就联合小师妹黄霖 靠着一首《你还是要幸福》拿下了金曲称号 原本不能想象黄霖演唱《悲伤情歌》 毕竟她的嗓音还有搞怪曲风 确实跟《悲伤情歌》四个字不太搭调 没想到胡彦斌稍加引导 配合两人的默契对唱 这个舞台就成功火出了圈 胡彦斌搭档老旧 全新改编《新兴点灯》真的很有发 尤其是加入的说唱歌词 不仅有料还十分有认同感 胡彦斌首次尝试说唱 效果也很炸 这样的跨界合作以后能不能多来一点呢 有谁在张雨琪弹出乐坛之后 还在靠着这首《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解馋》呢 面对胡彦斌这样大老级别的合唱搭档 张雨琪淡定的出奇 稳定发挥却偏偏能唱的人类幕 张雨琪什么时候回来改造乐坛呢 银弹的红面需要他这颗石子来打破呢 视频最后你觉得以上哪个舞台 令你最印象深刻呢